黄嘉全今早在以保出席马华披利州妇女组新春团败后在记者会上表示 伊党不顾外界反对声浪 一意孤行提成私人法案动议 寻求修改355法令扩大伊斯兰法庭的权限 昨天还举办355修正案集会 这一切与联邦宪法精神背道而驰 认为伊党的行为恐怕会引起社会分裂 进而伤害国民和谐 黄嘉全建议 与其大费周章争取修正案的通过 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改善民生问题更切实际 如果说谈教育 谈扶贫 谈慈善 谈团结 我们绝对没有问题 甚至我们可以跟非教党合作 在这个国家的发展等等 可是这些课题我们觉得是我们不能够的 我们不能够鼓励的 因为它只为国家分裂 人民猜疑 这就对国家是没有好处的 另一方面黄嘉全透露 马华将在下个月5号党庆的前一天召开特大 重点修改党章 扩大代表制 落实马华一直追求的年轻路线 也就是说一旦党章修改或得通过 每个区会的马清团长和妇女组区会主席 将会拥有更大的权限 自动列为中央代表 直接参与定夺党的未来路线图 就鲁莽行事 马清向来是我党的极先锋 大家都是热血青年 况且当大家处在这一个大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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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